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连续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 究竟会有多热 我们透过昨天的高温分布让您来参考 昨天全台湾最热的地方 就出现在新北市的三峡区 在中午的11点40分左右 测到38.8度的高温 而中部的第一名出现在彰化县的园林市 温度来到37.2度 再往南走 嘉义市的东区 在中午的1点20分也飙到了38.4度了 因此提醒您在中午前后 不要在户外待太久 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 至于今天的高温警示 带您来看 台湾不只是烤番薯 甚至变成了红番薯 首先新北市 屏东和台东县都亮起了红色灯后 可是会有连续出现38度 极端高温的几率 体感温度更可能飙到42度 而其他大多数的地区 包含了桃园 台中和高雄市等等 都是橙色灯后 也都有连续出现 36度以上高温的可能 至于花莲 澎湖和金门 则是黄色灯后 表示可能温度会超过36度 而不止温度很吓人 紫外线也很强 全台湾除了新竹市 红色的过量级之外 其他全都紫爆了 来到了危险等级 表示曝晒的时间非常短 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 没有防护的情况之下 就会被晒伤 而红彤彤的过量等级 也不能够大意 表示在太阳底下 20分钟就可能会被晒伤了 而根据卫福部公布的最新统计 7月份截至14号为止 热伤害的就诊统计 已经有629人次了 因此要提醒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 接下来通过温情图 让你看到 各地这么的高温炎热 主要就是因为持续受到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台湾的陆地上 空几乎是没有什么的云来遮蔽 至于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台风资讯 相处就观测了 南方的水汽还是比较多 你看到这一块还是相当的明显 因此可能会逐渐会有一些 热带的系统发展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本周之内 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但究竟会不会发展成热带性低压 或者是升成为台风 还得持续的观测 而我们也会随时带您找卧 刚刚也有说到了 雨还是会持续的下 那降雨的趋势 带您深入来看 一直到礼拜六 台湾附近吹的是东南风 因此迎风面的东南部 以及恒春半岛 偶尔会有短暂震雨 而午后的雷震雨 会集中在山区 以及西半部地区 而到了礼拜天 天气又会出现了变化 在南方的云系 会逐渐的往北来提升 而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就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 而中午过后 中部以北 东北部地区 以及东部的山区 都还是会有雷震雨 最后小丁令要提醒您 这个礼拜天气 还是非常的闷热 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小心不要中暑了 另外紫外线 都达到了过量 以及危险等级 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 黑五后的雷震雨 会来的又大又急 尤其是山区跟西半部地区 出门一定要带拔散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